蔡董事長 周教授 還有賴院長 陳副主委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來講的題目是有關 現在票率很熱門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業區要談的是未來的競爭力 甚至可以發揮影響力 現在我們講數位轉型 我們講永續轉型 可是最重要的其實是台灣的影響力轉型 我們怎樣讓台灣未來有影響力 我覺得才是關鍵 可是要影響力就要做對 剛才其實蔡董事長講到風險 從2016年跟風險中心去規劃要做什麼風險 然後我們現在要跑得快 可是要注意一點 你可能跑得快 可是如果沒有弄清楚風險 你做的事情反而造成風險 這是更可怕的 你做好事反而有風險 這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可是怎麼樣避免就很重要 要怎麼避免很重要就是你要科學基礎 你要透明數據 剛才其實陳副主委提到要符合國際規範 包含國內規範 另外一個是國內規範有沒有符合國際規範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先弄清楚 剛才其實包含蔡董事長還有陳副主委都有提到 我們從之前的CSR 大家做社會責任都在做社會公益 淨灘 淨山 捐就醫 捐血 很多都公益活動 慢慢大家覺得這個是不夠的 不是社會公益 社會企業社會責任不是只有社會公益 所以剛才其實陳副主委提到 2015年是一個轉捩點 巴黎協定開始有永續行動了 行動就不是倡議 倡議當然是行動 接下來就是減合 所以我們2024年今年 其實歐洲已經通過了反票率的指令了 所以你行動以後他就要看你做對不對 大家如果注意COP27如果沒記錯的話 它談的叫transparency 就是你資料要透明 為什麼要透明 因為它就是accountability 要究責 究責不一定都是責任 搞不好你做得好要鼓勵 所以怎麼樣叫transparency 不是你有數據就是transparency 你的數據還要對 所以今年開始你會發現 2015年是一個行動的開始 2024年開始行動又開始檢驗了 你做的對不對 你資料對不對 不是有做就好 不是有數據就好 你到底做對不對 那當然最後我覺得2030年 是SDG的目標年 那到底大家發揮哪些影響力 不是做永續就好 永續是一個過程 那目標是什麼 那當然是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力 那我們可不可以檢核 或是金融機構 你要把資金投在改善永續發展 你投的對不對 你會不會鼓勵了一些 其實它根本不用鼓勵的 該鼓勵的沒有得到適當鼓勵 做錯了你還鼓勵它 這個都是要避免的 那事實上這邊有很多的例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細講 很多其實在國際上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他們認為他們做的好事 譬如說BP 他們說每個都做太陽能板 其實NGO就說 那你所有的都還是用在石化燃料 化石燃料啊 你沒有做比較好啊 或者是星巴克大招 現在去星巴克 它已經不給你吸管了 換的杯子呢 換的杯蓋讓你用直接喝的 可是那個杯蓋用的塑膠 比你原來杯蓋跟加吸管還要多 當然它目的只是讓你不用吸管 可是它用塑料反而更多 或者是說我們說IKEA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木材 或是加劇提供 它後來被告不是它本身 是它用的供應鏈裡面 用的木材來自於烏克蘭 烏克蘭就是非法伐木 所以非常多的例子 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都做了承諾了 然後他們採取行動呢 不對 你符合倡議你承諾 接下來是行動 行動人家就開始看你做的行動 對不對 那樣特色大家覺得他很 特色其實Elan Musk也覺得他很冤枉啊 為什麼他股票一直跌 因為他就只是做經理 所以經理不是全部 他在社會面向 在其他的資訊的揭露上都不足 所以他被S&P 500 ESG指數提出去 所以他在去年 其實談到什麼 ESG是一個EVO 因為他被提出去了 可是他沒有想到 上次社會面向跟其他面向沒有做好 所以其實剛才副主委提到 社會面向也是蠻值得中醫的 注意的一部分 而不是只有環境 當然還包含治理 那這奧地利航空 現在大家都喜歡講碳中和 大家真的清楚什麼叫碳中和嗎 碳中和是有軌跡規範的 不是你講碳中和就叫碳中和 奧地利這個他用的航空被告了 其實不只奧地利 好幾個航空公共都被告 他們號稱叫碳中和 台灣也有蠻多金融機構的信用卡 叫做零碳牌信用卡 其實宣告通通可能都要小心 包含這個伊方的礦泉水 它的碳中和也是被告 台灣我剛才跟這個簡歷師講了以後 他們去事務所應該會生意很好 因為很多人會去告 很多人要靠他們去解套 當然我們不希望 將來是訴訟滿天飛 可是怎麼樣讓大家有明確的規則 可以依循我覺得很重要 那甚至這個Kicat 他們在2021年 宣告他們這個巧克力是碳中和 他在2023年放棄了碳中和 為什麼 因為他買的碳泉 是目前認為有漂綠的 Avoided森林的REDD Plus 他宣誓放棄 他就要避免被告 請問你現在買的 你在宣誓碳中和 即使你買了碳泉 你買的是對的碳泉 我覺得這都很重要 另外很多的相關探討 他們都在做反思 而且在做新的推動 他不是放棄就算了 他要重新買碳泉 然後重新從供應鏈管理 重新再達到他新的碳中和 不過當然他們很厲害 他在2020年宣誓碳中和 環保團體給他拍手 2023年放棄再拍手 然後再重新認證又再拍手 所以 所以你知道嗎 EHG可以讓你非常有競爭力的 只是你要走對 你每個環節要走對 不然你就會發現 其他公司一直在被罵 然後他一直在被鼓掌 這就很大差別 那台灣我剛才講過 其實很多公司 我猜他們可能都是相同的顧問公司 所以給他們的標籤都叫零碳信用卡 零碳叫做完全不排放 甚至他們要講禁零信用卡 我覺得都不是 他們其實是碳中和信用卡 因為他買的是offset 所以這名稱我覺得 將來可能都要對 我覺得盡管會可能要查核這個 名稱不對 包括ISO 即使PS2060或ISO1068 你的宣告的名稱都是規定的 不能不一樣 所以這個要小心 另外大家常講說 2050禁零排放 到底你是禁零還支持全球禁零 大家都知道現在簽署SBTI SBTI它沒有要求你2050禁零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只要求你2030達到消禁42% 這叫支持全球禁零 你不一定要自己禁零 那你可以宣稱你自己全球禁零 你自己禁零嗎 不行啊 你說我SBTI所以我禁零了 沒有你沒有禁零 除非你簽署2050禁零 你要自己消禁90%才算 不然你就只是支持全球禁零 自己沒有禁零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際都已經很清楚 剛才其實副主委提到 國際接軌 國際很清楚了 就照國際就好 甚至有人在講ESG治理 事實上只談碳盤查 那這怎麼叫ESG治理 連環境都不夠 更何況剛才副主委提到的社會面向 所以不是只有碳排才是ESG 或者很多人中了生理 我們台大其實我們校長走了 我們台大實驗你有3萬3千公頃 很多的公司去認你 我們台大生理就說他有碳中和 沒有這不會有碳中和 因為那生理也沒有碳權 那只是有礙環境而已 所以很多是有國際規定 不是你講碳中和就碳中和 你有生理就有碳權 沒有這種事 因為國際規範非常清楚 就依規範形式科學為基礎就好 甚至有些飯店他們現在說 你額外負擔或搭飛機付多少錢 住宿付個50塊60塊 然後他幫你買碳權就到碳中和 是真的嗎 他買碳權就對的碳權 你如果真的付了 搞不好他買碳權就漂綠碳權 所以你跟著他一起漂綠 所以這都已經有很多清楚國際 坦白講我覺得這些都不是 故意要做這件事情而是不知道 所以怎麼樣讓他們知道做對的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有倡議了 我們再次行動了 接下來要正確的行動 然後才能發揮好的影響力 那我剛才講 想禁寧跟碳中和 其實基本上 在國際上真正的其實是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禁寧 是2050 基本上自己要消停加上90% 然後過程呢 你可以宣示碳中和 你過程的時候 你可以去買碳權 去把它offset掉 譬如我2040想要碳中和 我就把它offset掉 事實上你如果說一開始 你就2030年或2025年 你就要碳中和 可以啊 你的碳排放去把它offset掉就好了 所以你要等到2050 現在台灣非常多的公司 都宣示2050碳中和 坦白講這些公司 我覺得都太不積極了 不然一個就是 他們完全搞不清楚 碳中和跟近年有什麼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喔 你如果在國際上這樣宣示 人家會覺得你在開玩笑嗎 你2050才碳中和 當然我覺得是他邀請顧問的問題 那剛才其實今晚也提到 綠色金融3.0很多的要求 那請問這裡面 我們講這個切合編程調適好了 請問什麼叫切合編程調適 金融業依據什麼準則給他錢 碳比較容易 現在已經很明確了 那其他的呢 那如果其他不明確 會不會變成是漂綠 因為就像我在學校當老師 我打成績 如果這學生明明不認真 我還給他95分 那認真的同學96分 比他多一分 請問這樣我們可以鼓勵認真的學生嗎 所以我們怎麼明確的去見別 什麼的應該該給錢 我們台灣有永續經濟活動認定指引 我最近在去建設業 因為裡面建設業 新建築的話 其實兩個認定標準 就是綠建築銀集標章 第二個是人效二級 我目前接觸的至少十幾家建設公司 沒有一個告訴我說很難 每一個說哇 這麼簡單 那請問所有建設公司都很簡單 那這個認定標準有鼓勵作用嗎 不然至少分級吧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它有gradient 才會有move 才會driving force 那如果大家都一樣都沒有 那當然營養業很好 因為大家都可以 那就反正也不用管 可是如果要藉由金融 來做這種驅動力 你當然有基本要求 有更嚴格的標準 才鼓勵更認真的 那當然這邊就會留給金融業 去做判斷 可是事實上 可不可以有更清楚的標準 我覺得很重要 那剛才其實副主委提到Ivers 這其實未來很重要 怎麼樣做接軌 這的確以後可能會有法律相關責任 這剛才副主委有提到 那等一下後面可能也會有人提 我就不細講 那剛才提到氣候變遷相關的財務風險 或者我們剛才校長提到 在香港開了會議在談氣候變遷 到今年要到澳洲還是澳洲 紐西蘭談的是要談生物多旺行 這本來就是未來趨勢 氣候變遷的風險跟自然相關風險 都是未來的趨勢 然後呢 你要怎麼樣去界定風險 然後呢 怎麼增加機會 可是你採取的行動 如果採取不對 你會沒有風險變成有風險 譬如說 你傻傻的去承諾2050禁令 你也不管自己做不做得到 我跟你講你會有風險 你本來沒有風險 因為沒有人要求所有企業要2050禁令 你只要支持全球禁令就好 大家知道嗎 SBT台灣90幾家承諾 只有4到5家承諾2050真的自己禁令 其他都是支持全球禁令 什麼意思 他們都只承諾2030而已 所以你不要亂承諾 不然你可能會沒事變有事 可是我也不是不 也不是說鼓勵大家不要承諾 不是你還是要積極承諾 可是承諾要承諾你做得到的 而且一定要做得到 而且要做對 那這個我想等一下 周主任那個選舉應該會有更多說明 相關這TCFD 裡面很多的要求 這其實是原則 包括我們金港會現在的揭露裡面 其實九大項坦白講 我覺得那個都沒有太多科學數據 我覺得應該下階段朝向科學數據的揭露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第四項指標跟目標 所以這個就可以去談這些 怎麼樣做指標目標 所以我這還有三分鐘好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是數據 因為基本上這個是IPCC的風險的評估 那譬如說我要評估我的金融機構相關資產 曝露在淹水之下的這個資產危險 可是我需要的淹水 請問這個氣候變遷之下淹水之下現在在哪裡 沒有 大家說NCDR也好像有 國家雜財環球說沒有 它只有用雨量做間接的推估 沒有實際的未來氣候變遷的淹水資料 那這個誰要做 當然是水利署要做 那你說機種剛剛崩攤了 那以後秋邊其他地方會不會崩攤 那誰要做 農業部農田水保署要做 可是這些資料有沒有 現在都沒有 沒有這些資料庫其實沒辦法做的 所以這數據的建構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那未來其實很重要其實不是只有ISO 我覺得未來產品很重要其實 這個已經有ISO14025 EPT的宣告 這才確認你的資料是經過驗證的 然後再根據這個驗證來看看你是不是符合 我覺得這個程序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在今年歐盟已經通過了反票率 還有一些聲明的一個 綠色聲明的指引 都要求你做 你宣稱你探中和 你宣稱相關的事情 你都要提出來 甚至我們今年其實5月2號 其實公營行動也提出來 我們台灣現在很多的永續獎 其實我們台大參加第一年 大學的永續我們有得獎 我們台大的原則就是 會得獎才會參加 不得獎就不參加 而且要得第一名才參加 所以如果沒有把握第一名就不參加 可是這個我們發現 我們保證我們都會得第一名 那也不用參加了 因為大家都會得獎 就沒什麼好參加了 你凸顯不出你的優勢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獎項可以 鼓勵或懲罰要明確 然後要有效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今年綠色的聲明指引 所謂指引 Directive的意思是 歐盟出來指引各國要定法律 所以不是只有指令指引就結束了 各國是要定法律的 所以你看各國在定法律 英國這很嚴格 這個肯金融業也要小心 如果你的客戶 他有賣產品到歐洲 如果他被告反票率的話 他會被告全球營業的10%的penalty 很嚴格 雖然現在三度還沒有過 不過應該會過 全球營運的10% 所以你的客戶如果這個話 萬一他的宣稱不對 他被罰10% 全球營業的10% 你可以想看都有多大 萬一台積電被罰了 我看台灣就倒了 可是我們怎麼判斷對不對 在他還沒發生之前 金融業怎麼判斷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也有這個指引 其實國界指引下面會有法 可是我們現在有指引 還沒有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根據這個指引其實是有法則 不管從歐盟至少4% 然後英國是10% 那你看他是2024年通過 為什麼到2026年 因為2026年這兩年讓各國去定法律 指令是整個歐盟 可是兩年讓大家定法律 我再用一分鐘就好 那我覺得未來其實很重要就是 金融業你怎麼樣做禁止調查 其實2010 2008年就提出來了 你怎麼樣做禁止調查 確認你的東西是對的 我覺得很重要 那最後就這一張 等一下接下來我們簡律師會講 我覺得除了這邊要正確數據 第三方要確信 然後禁止調查怎麼做得好 然後政府怎麼去支援我覺得很重要 政府不是只做自己 而且是怎麼支援產業支援 另外下面我覺得這樣很重要 現在業績的顧問超級無敵多的 哪些是對的 你說他們有通過ISO認證 ISO認證那是原則 不代表它是對的 再來就是未來法律風險跟會計 這些人員他準備好了嗎 雖然他可以做法律的見解 可是他真的了解氣候變遷 我氣候變遷從1990年學到現在 台灣我觀察很久 坦白講我覺得80%的人 可能都沒有充分了解 什麼叫氣候變遷 他們了解的是碳牌 不是氣候變遷 以上 謝謝 我們謝謝同機 你 adesso 我們謝謝同機瓶教授 我們鼓言 同機瓶教授 我們謝謝同機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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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還 Moi的 Complete S buld